E-M1 Max 3 貼模 大家好,我們今天要來介紹 E-M1 Max 3 的貼模 我們這次要示範的是黑曼巴的顏色 我們所需要的工具會有 產品裡面內附的鑷子、刮刀 我們在貼相機之前可能會需要清潔 我們可能會用牙刷 可以將細節這些角落的灰塵刷乾淨 再來使用50%的酒精噴在擦拭布上 將機身的部分清潔 尤其是把手部分可以讓之後的貼模效果更好 那在貼模完成的時候我們也會需要用到熱風槍 那也可以使用一般家裡的吹風機 只要是能夠加熱的吹風物品就可以了 那我們先開始貼模部分 那我們在施工的時候呢 會先由這個軍艦部來開始 那軍艦部會有這個Logo部分 所以我們就會將它對齊這個Ompath Logo部分 那先將磨料整個施起 確認都對正確之後 將第一個平面壓下 然後它的下面是有轉折的部分 再用你的指負將它壓下 再依序地從這個面向上折 原則就是做完一個平面之後 再往下一個平面 可以確保空氣都可以順利被排出 側面部分呢可以切齊上面這個邊線 那一樣我們會先將這個角壓平 那一樣我們會先將這個角壓平 可以用這個鎳子的尖點去將磨料挑起 然後對齊這個邊貼上 然後一樣用指腹將磨料貼上 再來是軍艦的後側這一片 使用鎳子將磨料撕下 然後對齊軍艦的後援 貼完之後我們可以使用刮刀 將這勾槽施壓 讓它的服貼效果更好 接下來呢我們會貼軍艦的左側的部分 我們一樣可以使用鎳子將磨料撕起 那可以用一隻手跟鎳子去輔助你 去將磨料先對上位 那這個部分是對上這個圓形 跟這個on off的標示的部分 確認定位點是正確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施壓 那我們也可以利用這個鎳子 用鎳子的尖點去將這個磨料稍微的撫平 使用花刀將這個整個面貼合 那由於這邊是有一個零線的部分 所以我們呢 有時候可能因為施工的時候把它貼下去 要將它稍微撕起 然後將這個零線 然後將這個零線 使用我們刮刀的前緣 將它撕壓 密合 接下來呢 將這個折角 使用指腹下壓 將這個孔 將這個孔穿過 閃燈的觸發孔 接下來側面的部分 用指腹將它壓平 剩下壓平 剩下的邊角 可以用刮刀 將它刮 接下來這一塊是 左邊的控制團上面的貼 直接將它對齊 貼上幾個 那接下來呢 是 機身的 右側部分 那我們先對齊的會是 OMD這個地方 那一樣這角部分 我們可以用 鑷子的尖端 將這個部分 壓平 這角部分 用指腹 將它下壓 對齊 再來是 模式轉盤的部分 可以從 P跟A這兩個部分 先去對齊 模式轉盤的鎖定按鈕 再來是 快門鍵的部分 先對齊 錄影 這兩顆按鈕 確認 確認 對齊後呢 將 側邊 依序 下壓 沿著機身的邊緣 將 這一圈貼上 再來是 吊孔的部分 那我們的 那我們的 磨料是有開孔的 所以 可以 撥開吊孔 有兩個方向 去 將磨料 穿進去 確認孔位對齊之後呢 將磨料 要必須的往內 壓平 再來是 這邊緣的摺角 用指腹 將磨料下壓 也可以搭配 吹風機或熱風槍 將這裡 貼密合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貼的是 底部的部分 那我們 將機身翻過來之後 我們會先 對齊 腳架孔 跟 腿子手把的接點 跟 電池蓋 那我們一樣 將磨料整張吃起 那 底 這張磨料呢 因為它有比較多去實狀 所以在 吃的時候 切記 不要去 這樣子去吃 讓磨料 會有變形的狀況 所以請輕輕的 將磨料 撕起 那我們會 先對齊腳架孔的部分 然後 繼續的將 磨料 延伸過來 去對齊 電池蓋 跟把手前緣的部分 那確認 每個地方的 跟 蓋子的邊緣都是 有一樣的間隙 才不會造成磨料的扭曲 那這側的話呢 就是 將 序號孔的部分 對齊 確認對齊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 依序的將 這個磨料 下壓 那 由於 OMPOS 這台的 底座 是比較不平整的 所以 就是要花多點時間 將這個 部分 壓平 那 確認底面都已經貼合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 依序的把側面 貼 貼起來 那我們先從這個部分 上摺 那上摺的時候呢 我們要去 確認 這個邊緣跟這條線是切齊的 那這邊呢 有一個 圓 凸點呢 是因為 要將這個包進去裡面 確保 魔料不容易因為 使用而翹起 那底座呢 也是 那底座呢 將這個部分 螢幕先起後 貼上 由於我們 為了確保 相機是 可以保護到最好 所以我們的底料呢 都是用一體成型 向上包覆 確保每個邊角呢 都是有被保護到的 貼完之後呢 我們再將 其他的 配件部分貼上 接下來呢 我們 要貼 機身的後側 那我們先來施作螢幕的部分 螢幕呢 螢幕呢 我們可以先翻開 直立 將它呈現 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我們會比較好黏貼 那我們需要去對齊 OMIPASS的這個孔位 確認對齊 往之後 即可貼上 再來 將四個邊角 用指腹去幫它壓出來 細節部分 細節部分 可以用 掛刀 輔助 確定 都已經黏貼完成之後 我們 再依序的 將這個邊角 推平 貼完之後 將正面 也確認是否有黏貼平整 螢幕的黏貼機完成 再來呢 是螢幕側面的 這些 虛塊 我們也是依序 將它貼上 側面部分 旁邊的 開蓋孔部分 旁邊的 接下來是 背後的 這個上癮部分 這個部分呢 先對齊 左邊的兩個圓孔 對齊 確認 顏孔部分都貼準了之後呢 將 這個 中間這一段呢 拉到 這邊啦 那這邊的部分 線狀會比較細 所以要小心 不要去把它拉斷 那拉到這一側的時候呢 對齊 1跟2的這個 波桿的這個 對位點 確認好之後 依序膠 用膜料浮屏 再來就是收 這個邊的部分 一樣用指腹 將 膜料 上壓 剩下的細節呢 用刮刀 壓平 按鈕 再來是後側 後側 這個 按鈕 部分 一樣 對齊之後 將它 壓平就行 即可 最後是上方的 快門按鈕 跟後旋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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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呢 我們計算的部分 就已經完成 那下一步 就會來到我們的 某皮部分 某皮部分呢 可以先從中間的這個 近身蓋 開始黏貼 將這個近身蓋的外環 對齊這個三角頂 再次 再來是 機身蓋這個邊框 那這邊框呢 我會對齊上面的這個 邊線 先確保它是水平的 接下來將這個 磨料 往下壓 確認 左邊 右邊是否有對稱 以及是否有沒有 遮蓋到這個 金屬的 鏡頭環 確認沒問題之後 再將全部下壓 再來是 機身的左側 將磨料撕起 我們對齊 下面的 EONMk3的名牌 再沿著這個 鏡頭釋放鈕 向上貼 那一樣 磨料是有破孔的 所以需要繞過這個 調環 再來切齊 後側的這個 邊線 接下來呢 是機身的 把手的部分 沿著 底部 先對齊 先對齊 對齊完之後 將 這個尖角 往下壓盒 確認 這個邊線是否有錘子 壓貼盒 再將把手部分 緊緊緊地往上壓平 再來呢 到把手的這個 外側的部分 一樣將磨料 撕起後 我們對齊上面的這個方框的 快門扭的這個蓋子 再將這個部分呢 沿著線貼上 最後 最後再加上 中間的 抹料 壓盒上 在把手部分 可能貼完死 會覺得有點 毛邊 刺手的感覺 這時候可以使用熱風槍 將周圍都加熱後 壓盒 一來呢 可以減低 四次的感覺 二來呢 是可以增加它的 貼合度 接下來我們繼續 將 這些按鈕蓋 抹上 我們從下面 的這個孔 對齊 黏貼 然後再依序 向上 將磨料 貼上 再來呢 將這個 ISO的部分 對齊之後 再依序 往前 黏貼 所有的折角可以用指腹 去幫忙它貼合 手指伸不到的地方 可以用刮刀 去輔助 最後是 機卡蓋的部分 對齊 側面的這個 開關的指示 對齊 將模料依序的往前推 因為這個是 曲面 所以 需要像這樣子 來回的 將這個 模料 推至定位 這樣我們 1M1M3的貼模示範 就完成了 1M3 2M3 4M3 4M3 4M4 5 5 5 6 5 5